香港民間人權陣線原計劃週日下午遊行 但港警發出反對通知書 只允許在維園舉辦集會 活動改為流水式集會的方式進行 要求煞停警黑暴力 墮實五大訴求 大批民眾瞬間擠爆6個足球場 民陣表示 集會人數達170萬 香港反送中運動持續延收 民陣週日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流水式集會 活動才一開始就湧入打拼民眾 讓現場6個足球場瞬間擠爆 人潮一出銅鑼灣 周邊道路都被黑 人潮佔領 在維多利亞的6個足球場已經是接近要擠爆了 那麼很多的民眾是從這邊 百德新街 以及是後方的紀律佐治街不斷地前往維多利亞公園 那麼他們手上是拿著很多的海報 其中包括這一張是天佑香港 從下午3點左右就開始下起大雨 但香港民眾依舊撐起雨傘參加集會 活動訴求港府停止警黑亂港 五大訴求包括撤回逃犯條例 徹查警察暴力 撤銷以暴動定性 實惠活動以及落實雙普選 因為我不想長大 如果說了一句話就立即被人拘捕 還有為了自己和其他小朋友的將來 還有我不明白為何警察現在要和黑社會合作 還有不斷打我們 我們知道這個爭取民主的運動其實是一個很漫長的戰爭 大家一起來一個所謂很和理非的集會 其實是很重要的 而就在遊行前夕中共在深圳派駐了大批武警進行演練 武警以及裝甲車演練似乎就是針對香港示威活動 但香港民眾不畏懼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表達意見 如果現在公安已經進入了我們的警察隊 警隊是不對的 違背基本法的 基本法完全沒有說是那些武警可以加入香港的警察裏面的 這就不是講人自講的 維持香港的治安是只有特區政府的責任 警官到了晚間8點多還不斷有市民進入維園路口 而在下圈道一帶也有民眾聚集 民政在晚間10點左右宣布 共有170萬人參與集會 新航人亞太電視柯田田良知安 香港綜合報導